近期,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4月3号到4月10号,有22架军机对俄罗斯进行了侦查,俄军战机起飞对入侵侦查军机进行拦截驱逐。 保加利亚军事网站2020年4月6号报道称,最近几个月,美军侦查机和误人机频繁出现在克里米亚,目标是获得俄军S-400导弹的雷达频率。 俄罗斯RT电视台消息,特朗普已经签署一项命令,对那些不愿让本国公民离开美回国的国家实施处罚制裁。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给予了证实,要求在美国的外国人尽快回国,否则将会进行签证制裁。 这实际上也说明美国的感染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外媒称,疫情在美军内部持续蔓延,美国至少150个军事基地出现病毒感染病例, 同时美军已经关闭了争兵站,情况非常严重。 现在已经有5万美军参与抗击瘟疫,甚至还出动了美军丧葬部队,但是依然还是愈演愈烈, 导致美国不得不在纽约无人岛哈特岛挖出壕沟,集体埋葬无人认领的遗体。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特鲁姆研究所发布报告在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 美国还在3月裁员43000名医护人员。 这是疯了吗?原因是因为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大部分医院都不再进行常规手术, 导致美国医院盈利下降了50%,结果就是大量裁剪医护人员给医护人员降薪, 甚至还有数百家美国医院面临倒闭的困境。 与美国不同的是,在疫情下,俄罗斯竟然集结大批部队在莫斯科进行大阅兵, 俄军不仅集结上万军队到莫斯科准备阅兵,俄军全军也已经做好了抗议准备。 除了成立抗议指挥部,俄军各军区兵团成立抗议小组外, 俄军还成立了49支机动队,随时准备前往任何地区参与抗议。 美国虽然国内病毒大爆发,但是还打肿脸冲胖子,在海外频繁行动, 比如在阿拉伯湾,美国海军巴丹号两栖攻击舰警备群, 与美国陆军第17骑兵团AH-64阿帕奇攻击型直升机协同演习, 陆军直升机直接使用海军甲板进行攻防, 这也是美军一个新的尝试,利用海军大型甲板支持陆军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对沿海目标进行打击, 特别是导弹艇、武装快艇、沿海反舰导弹部队、远程火箭炮和指挥中心和雷达战, 同时还可以攻击装甲部队。 F-35隐身战机只作为一种夺取制空权和打击高价值目标的平台, 其他目标由陆军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打击, 这也是美国现在强调的五大能力当中的联合打击、精确打击和海陆空天网全领域战斗能力。